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照经典的相好庄严去看放光 这个修禅定很重要 而且经典说当你意念佛像的时候呢 消无量业长开发智慧 然后再来再念他的咒语 念他的咒语的时候 那就是你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愿合为一体 那愿合为一体就是说 那这个悲愿本师释迦牟尼佛 从他身上放出他的功德甘露 去帮助任何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帮助任何众生 所以这念名就是念名的时候 就是观想形象 念咒的时候 那就是合为一体 去利益众生 所以来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得列他 奥 摩尼摩尼 马哈摩那耶 说哈 一者离经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 一夜藏 五者随悔 六者请转法伦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藏碎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劫回向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和沙 摩和般若波罗蜜 请放着 那刚刚这样念法 各位能够经常这样做 当然可以加入自己更多的祈愿的方法 一者离敬诸佛 那你就要观想你的身体变成百千万亿个 所以按照普贤恨远比 我们会加列一个 ON VATS LA HO ON VATS LA HO就是说 你的身体变成百千万亿 然后呢 所有的佛也变成百千万亿 然后你一败下去 消除了百千万亿的业障 那这个百千万亿这个身体代表 不是你 就是说你的身体变成别人的身体 变成其他众生的身体 也就代表你代表百千万亿众生 去礼拜百千万亿佛 这样呢 来消除业障 增加福报 但是最后的目的呢 就是离敬诸佛 希望我们完全开发佛性 而不要有这个我子 消除我慢 那你就按照这样观想 恶者称赞如来 那我们一定要了解佛的种种的功德 所以就像你了解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 对你是个幸福的事情 当你一直记住别人的缺点 对你是个悲剧痛苦 这一点各位就是转化信念 三者广修共养 四者串回业障 那你就 如果在自己的 我想各位一定要练习回修行 就是说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就像刚刚 赞将法师带各位练完 坐在那边 睡觉 聊天 浪费时间 那就好可惜 那你一定要让自己的这种思维 还是保持在法的修行 那如果昏尘打个睡 那就去坐坐宴供 供供睡 去礼拜 你一定要让自己 一直保持在这个阶段 特别是像我自己 老实说 每天来找我的人 有时候透过很多管道 都不是什么好事 然后呢 有时候会让你心里乱掉 乱掉 特别是你的亲人 你女儿送急诊 哦乱了 对不对 你老公中风了 那你就乱了 你乱了以后 反而伤害对方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所谓佛教讲空性 它是让我们 接受一些状况 接受一些状况 生老病死 你不能有一个 一个起心动念的担心 或执着 所以那这个时候 最好的加持 那就是你要练习 等一下我可能五分钟 要上断头台 但是我还在 转念最好的方法 一直离经诸佛 所以你平常练习的 很熟的时候 你会做得很好 观修的很好 因为那才是我们的生命 你的头被断了 那是一个肉体 但是你的生命 是你的心态 这个永远要抓住 千万不要为了这个世间的肉体 或世间把法 钱怎么样 所以早上还有一位局师 打电话给展日法师 赶快师傅怎么样 乱了乱了乱了 要来跟我讲 那我就知道说 平常没修行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自己就会保持更冷静 因为我必须冷静的 对它才有帮助 所以各位 这一点你要经常练习 练习到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乱 因为它那一点 其他事情它就不乱 它的执着点 产生变化了 身体也好 情人也好 钱也好 产生变化了 然后它整个人就乱掉了 所以各位 我们讲思维无常 那你要去思维的是 你执着的那个点 你执着的 你千万不要逃避它 学佛是了解它 面对它 超越它 接受它 甚至变成慈悲 就是你到底是在担心哪一个 所以佛教无所谓 这个无所畏惧 那你要看到真相 所以来 心无挂碍 所以那你 每个人都要达到无挂碍 无有恐怖 那你一定要有 看到真相的智慧 所以什么叫真相 它就是变化无常 苦空无过 但是世间的人 就是希望 做了很多的修行 就希望把握那个专情 把握那个婚姻 把握那个肉体 或是你的儿女平平安安 当他的儿女不平安的时候 不按照他的想法 他整个就乱掉了 哭啊 所以我现在有微信 很麻烦 有些人知道 我就说又在哭 师父 我的儿子 又不听我的话 叫他 不要去教那个人 他去教另外一个 我不爱的女朋友 这个有什么好哭的 我说人家快乐的 你哭什么 问题就是 他不接受 他不接受 所以在这一点 我认为 信仰 特别我们在台湾的道教 求 求这个王爷帮助我 这个事情 能够按照我的想法 这个不是活教 佛教 是让你消除执着 让你永恒自在 让你看到真相 所以照见无印皆空 哪有我的身体的生命 哪有我的心情 这些本来就是无我的 是因为你执着 所以你才痛苦 这一点你一定要抓住 抓住这个精髓 不然我早上那位居士说 我做了多少好事 盖了多少的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我只能请战日法师告诉他一句话 你功德做业大 魔业要找你 你做这个功德 想要去保护你私人的小事 你一定完蛋 我们做这些功德 是要消除业障 对不对 是要能够接受无常 而不是我做这个功德 希望保护我的 这些执着的东西 让它更好 那你把佛教当作生意 那我说我不是生意人 佛也不是生意人 所以那这一点一定要抓到 所以随习功德 清转法轮 清转法轮 佛就叫你要放下 世间苦控 无常无我 一切都是夜报 对任何发生的事情 你只能用悲心去对待 也愿对方离苦 你不能有死心 保护自己伤害对方 不能有那个想法 所以清转法轮 就是你要把这个法 放在你心里 请佛注视 就是佛一直在跟我们说法 那这个佛要不要跟你说法 是看你念佛念多久 你不念佛了 佛就离开了 你念佛 佛就来 所以然后按照佛说着去做 常随佛学 那不但如此 那你要普度众生 所以普度众生就叫 永远孝顺众生 叫恒顺众生 我想我们谁也不敢去忤逆父母 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父母再怎么错 那我们只是慢慢接受 慢慢就改变 慢慢影响 谁也不敢去骂父母 所以最后呢 你才把所有的功德 能够去 这样子修行下来 去回向给众生 产生利益 好 那今天是 释迦摩利佛加持令 如果今天也是六载日 十载日 能够像各位今天手 把晚载节 来去短期处下戒 你也下来消除罪业 八千节 各位你要想 所以今天一整天多念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多念咒语 多思维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所以叫念佛 念佛的生的功德 余业的功德 就是它的经典 念佛的异业心的功德 佛的这种大悲不退转的菩提心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各位以后 今天是什么日子 所以我今天就要把 释迦牟尼佛的很多东西 都搬出来来思维 来实践 因为我整天都在念佛 按照佛所讲的戒律 去做 按照佛的发心 去学佛 发菩提心 最好 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加持日 能够把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点 多取读诵思维 那你每天就非常的非常的充实忙碌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你要自己去 因为佛法是新地法门 那你必须在你的内心里面 随时随刻的去庄严它 就像佛堂这么庄严 如果人不庄严 那就没意思了 所以道场要有道 如果这个道场庄严 都是黄金啊 做了一大堆 人很粗糙 没有法 那就很痛苦了 所以希望各位 像一个花园一样 因为你内心里面充满了法 不识词节忍入 各种的善法 各种的智慧 然后这个就要靠你平常 就像各位在念诗诗的时候 你要很认真观修 按照这上面的去相信 去观修 然后让自己 所以我师父也惨刻说 第一个要多看经典 第二个要多思维佛法 那你开口就是佛法 你连走路也是佛法 充满了法味 但是你平常如果没那个习惯 像各位当然这个习惯 没那么多 因为你要烦的是什么 先生 太太 儿子 金钱 签证 一大堆问题 你烦不完 而且你还涉及 教会怎么去快乐 怎么去 因为你充满了这些东西 那当然各位是 在家菩萨没办法 但是至少在 有灾日你要拉回来 拉回来 让自己充满了佛法 但是有一点阴光大师 就告诉我们 体悟无常 死随时会到来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去死 坐电梯会被夹死 下楼梯断死 走路被车撞死 那你要故意去面对这个 对自己 跟对你所执着的对象 你这个公司 你的家庭 你的儿女 他随时会暴毙的 他随时会变化的 他随时会生病的 你要能够接受 因为我们只是利用这些变化 产生佛法 那他这个痛苦 才会变成有功德 死亡是必然的 所以早死晚死而已 所以只是说 他死后 怎么样可以对他好 那这一点 感情上你要能够接受 放得下 面对金钱 外表地位 感情 所有的变化 你要能够接受 能够接受叫空性 你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慈悲 怎么去帮助对方 当你一不冷静 一乱的时候 所以我发觉 现在很多人 一开始就错 然后他错 但是他一直在 还是在修行 但是他那个出发点 动机错 结果就很不好 不好 我们只能说 一直跟他讲 那你赶快借这个机会 去反省 哪里做错 当然如果对方 能够接受 我会跟他讲 如果对方不能接受 我还是不能跟他讲 我只能跟他写白尾 多回想 他需要智慧 就给他点灯 给他应景 他需要福报 就给他施施放生 因为他的姻缘不一样 所以连下来 灵舍生命 不离极境 各位要开始有这个发愿 就是说 你要修菩提心 如果你内心一乱 那你就 病人也会伤害别人 所以灵舍生命 不离极境处 所以这个是个基本 这佛教里面的 基本自尽起义 你心里要觉得委屈 没面子 比较性 那你就乱了 一乱以后 你所做出来的事情 就是会违背真理 会违背因果 你可能会去伤害别人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修行 部分在家出家 在伤害别人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 失去理性 他没有安住在法 他没有安住在法 的时候 没有护法神 没有护法神 摩就来了 摩就来了 然后他就叫你 就不做摩在做的事情 你会觉得说 这样是对的 这样做是对的 去搞对方 去骂对方 去威胁对方 哇 出家人 说菩萨界的人 他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因为他被魔抓住了 所以自己 自己的内心 所以你要随时 要了解自己 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住持 我有点骄傲 摩就来找你了 同样 各位 有时候你去到场做义工 有些义工有一点骄傲 摩就找他了 因为摩找他以后 他做出来的动作 哇 哪有义工这么凶的 哪有义工这么爱钱的 就是这样 因为摩已经在找他了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 那在这一点 我们只能说 这个世界一切 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 但是我们要利用这个假象 去看清楚他的假象 你也不能懒得看 你每天就 我发现人们每天打坐 打坐 看经典 但是他不看 不看真相了 这个世界明明 就是一个真相让你看 佛法不离开任何一个 得癌症 生病 生老病 是地狱 不离开这些东西 因为 因为一切法的本体 还是所有众生的本体 都是佛性 你要看得见 只是他现在遭受了这个夜宝 在地狱道 在饿鬼道 所以我们对他生起一种 自然的虚 自然的悲心 不是去可怜他 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国王 他忘了这样而已 他本来就具足财富 只是他喝醉酒了 所以你不是说让自己我要去对你慈悲 如果你有所求的是我要对你慈悲 那你还会有所回报 我对你慈悲 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国王 他本来就是佛 只是我提醒他而已 尊敬他 所以我讲一个国王喝醉酒了 你还是尊敬他的 因为他是国王 所以在这一点 也就是佛教我们看人的方法 你看人 你要达到这样 你才会 零舍生命 不离大悲心 对不对 所以零舍生命 不起称愧心 你才能够达到这样 好 那为什么我们发菩提经以后 各位一定要法门无量 寺院学 事实上 这每一尊本尊 都有一个法 那你能够把它学下来 所以每一部经 都是一个殊胜的法 你也要去深入 所以地藏法门 钥匙法门 阿弥陀佛法门 所以各种的方法 包括在佛教的传承里面 像我很喜欢跑 绵甸泰国 各个国家 不单一搏 为什么 因为我要去学他们那个法 这个法可以让跳蚤离开 这个法可以让他内心里面得到什么 那我想我们就活到老学到老 那我想法本身很简单 就是这样念而已 每一个法 只是念的一一不一样而已 那当然动机都一样 动机都一样 那虽然动机都一样 但是你每天去念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学会了很多法 就像我讲了 明天把你丢到山里面的非洲里面 你能不能快乐 你就大概到美根 这样就好了 你每天就这样 那自然你不要烦恼 谁来给你吃饭 天神 山神都会来供养你 天神 山神供养你 人就会来供养你 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外国人 只会一直念念念念念 但是生病会好 但是发财会好 所以这两天最出名的那个古巴文春 其实这一次缅甸是三个人 他去念念念念念念 念完以后两三天就没死 然后就出来了 他现在全世界出名了 这位金山脚大使 所以他很厉害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他都会念 然后每次念 他就拿着这个扇子 缅甸人喜欢这个扇子一扇出去 所有的功德就吹到你身上 而且他的好处是 他不自己念 他要念一定要大家跟他念 一句一句 所以变成全场的人都会念 不讽你是哪一个国家 他一句一句 然后就跟着念 然后他就去加持 所以事实上这个事情 大家泰国人都相信 这一次的灾难能够消除 都是因为这位古巴 古巴就是在缅甸最高的成就 叫古巴 他去化解这个问题 因为那些小朋友 被那个洞里面的鬼神抓住了 但是古巴出面了 因为那个鬼神就是要古巴出面 有一个讲法是 那里面的女神 就是古巴过去的太太 很多事以前的太太 然后呢 因为这个公主 为了要去找她的先生 结果呢 就跑到那个洞里面 结果那先生呢 就被13个人杀死了 就是人被给关在里面的13个人 所以那发生这个事情 就要这个女神 古巴亲自去超渡她了 跟她见面 这13个人就被放出来 这是一个讲法 但是无论如何 有各种的讲法 但是因为至少 这个古巴很厉害 别人都在想怎么办怎么办 他就说两三天就OK 结果就在第三天 这13个人就被发现了 所以那真的是有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在缅甸的最大的护身员 也是他指点的 我们本来是准备另外一个护身员 花了很多钱弄好了 他说不行 都OK了 说不行 所以那个主办者都很起烦恼 那怎么办 师父要来了 前一天说不行 结果我们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抗议 因为当地的汉人都 我们组了一个会 但是古巴说那一边可以 结果隔天政府还同意了 可以 哇两千多甲的地 古巴讲一声可以就可以 结果那边挖到什么 最古的佛塔都在里面 很多宝物 很多宝物 这个就是他有神通 他知道事情怎么做 所以他那天也去参加 所以就几万人都来 几万人 当地的人都来 当地人只要看他一眼就好了 所以他走的时候就会丢糖果 丢钱 大家就去抢 得到那些又会发财的 享受甘露了 所以我想一个修行者 他要修道友 有被利用价值 所以反而他就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在最重要的时候 当然他出面了 因为这样 所以现在网路上都在流行 这个古巴文春 古巴古巴 所以昨天在新加坡 多少人都去参加 但是他这个人 他就很慈悲 但是他不喜欢收到人家钱 不喜欢人家讲话 讲完了就跑 他实际也非常严格 而且经常在山洞里面 不吃饭 只吃水果或者喝水 一直在修 修完以后 然后就把这个法又布施给众生 所以每一年 如果各位小伙 有机会你去参加他的生日 每年的元夜9号 9号 120万人记载在那边 看也看不到他 但是他们只要踏到那个土地 他们就高兴 所以全世界最大的道场就是他 因为他那个道场 可以赚几百万人 几百万人 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给他 一直奉献政府保护他 所以因为他是一位实修者 南船 北船 藏船 不单都封他为国师 你看他多厉害 不单都封为他为国师 所以他就变成泰国缅甸 老挝 这个近三角的最高成就者了 而且他没有这种 这种教派的分别 完全没有 所以我也去亲近他 哇 他真的是神通无量 神通无量 而且最主要一个什么 以发菩提心 这个是最重要 神通在这些南船佛家很多 但是能够发菩提心的不多 他真实发起菩提心 而且他有正量 有正量就是 他知道你是谁 他知道你过去未来 所以坐在那面前都没什么秘密的 反正这个也好 所以为什么在佛的时代 那些修行者就很快解脱发菩提心 因为没有秘密的 所以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他知道怎么去开发你 所以这种视线 也让人家对佛教 生起一个很好的信心 非常好 好 那希望这些仪轨 各位可以经常经常的 拿来念诵 乃是有些人专修 那我一辈子修大悲众也可以 但是记住来 随喜别人的法门 如果您很喜欢大悲众 而看不起别人 或觉得这个比他那个好 那你就完了 这个叫邪见 法法平等无有高下 并不是 所以我刚刚特别讲这位古巴文春 所以他跟我说 意思是他只要嘴巴念观音菩萨 就可以得到所有观音的加持 来利益对方 因为他对观音菩萨 所以他都 喇摩 逮逮逮逮公逮领刚 他念的是我们福建话 所以大家就听了就很高兴 念完以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到汉人就阿弥陀佛 因为他这种慈悲 而且他念什么都要大家跟着他念 大家来念不低点都不困难 只要专心念 越多人念 而且他喉咙很好 他一个人撑前场 不用为挪的 他一个人 有时候我在那边看法是出家人很无聊 我家坐在那边 他在家里念得很高兴 因为出家人他说我是要念巴黎文的 我是要念这个 结果你怎么念那个 所以我在这边看我每次觉得菩萨就是菩萨 他就是为了杜宗圣 但是反而我们出家的时候 我是巴黎文的 我不能念你的 我是藏传的 我不能念这个的 那这样就失去了悲心 很可惜 所以这些我想各位参访善之事 你才会增长见闻 你才会知道我们自己不圆满的地方 好 现在我刚才只能讲故事吧 不过就像菩萨道 他的整个修行 其实在影响别人 影响环境 所以各位就开始改变一个人